你律師很了不起 那我殺你全家 你不要幫我辯護 穿著筆挺西裝 身分是職業律師 本該是社會地位崇高象徵 但他卻遭人謾罵唾棄 包括說在捷運站 被年長者渡口水 在餐廳被隔壁周的人就開始罵 收到威脅的信 然後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是不太敢回家的 冤邦政傑 王景玉 陳柏千等 九大刑安被告辯護 律師黃志豪被人稱為魔鬼代言人 法官罵過我 檢察官罵過我 辯護律師也很多人罵我 我覺得最大的動搖的時候 是來自於司法界的質疑 這個是最特別的 我以為司法界的人可以理解 但其實並不是 不只一般人無法理解 就連司法同業 甚至家人都很難接受 他接下這些案件 因為接下社會矚目案件 經常進出監獄看守所 甚至接觸死刑犯 讓他看到臺灣特殊的待死現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否只是一句口號 黃志豪有著深深體會 你要處罰這些人可以 但至少試著去理解 這樣做之後 會讓什麼地方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不論被告是否罪無可訴 站在司法天平上 律師天職必須履行辯護義務 至於外界官感如何留待歷史評價 金順許智誠 嚴凱旭採訪報導 李宗盛